郭新鄉等學校利用考驗機関 推動科學科的教學庫中 技術聯合台中七一七公國際食養教育學校 記得學生來去樹屋 讓學生從事作當中來學習 並且不會用當手改割問題的能力 竟然增加了團隊合作的向心力 為都玩教育建立真好的學生方向 在老師的基督下,學生學習如何去家庭 不過對著建教越去越高 部分學生的出現驚慌的現象 大家心理慢慢適應 蓋樹屋我覺得很有趣 我希望在我的樹屋上面 可以和朋友做一些事 像是聊天,然後還可以一起玩 我這是第一次蓋樹屋 蓋樹屋的時候交到了許多朋友 還認識了一位外國老師 剛開始跟他聊天的時候會有點緊張 但是聊天完之後會覺得蠻有趣的 在去家庭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所有老師 學生通力合作 較保護可以在安全的狀態下 讓家庭可以慢慢蓋起來 水瓶水瓶,水瓶這個跟你的那個 這個機子要是水瓶的 你看你看外的,外成這樣 第一次在學校 看到這些工具跟樹屋的建造過程 就覺得很欣喜 還有一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都在這個課程裡面學到 樹屋的過程都是讓小朋友自己設計 然後親自從模型到畫圖到木工工具的練習 都是由孩子自己親自操作 我們扮演 創意書給他扮演是引導的角色 來讓小朋友完成自己的一個書的想像 這樣子 張浩哥修表示 這家庭的家庭 主要是利用學校豐富的主人主管 讓學生可以自己設計的家庭 學習如何來使用工具 同時跟其他學校的學生來合作 完成很困難的任務 我們說建築包含美學、數學、工程 還有結構等等等等 它其實是一個各種學科跨領域的綜合 那這一次有這個機會利用寒假辦理營隊活動 也邀請星光教育實驗學校一起來參加 希望在兩校合作的基礎下 教導學生能夠生活 能夠運用手邊的素材 能夠達成自己的夢想 讓學生有跨領域的學習副定 這是頂峰國修積極推動的教育目標 希望保養學生有挑戰的勇氣和信心 提升頭腳的思考力力 才可以走出不一樣的未來 記者歡迎觀看描述插方報道 記者歡迎觀看描述插方報道